大家好 我做面上有这么一盘杂花 就是两个月前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缩剪 什么叫大缩剪呢 就是每个枝头只留出一个花苞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一个枝头一个花苞的 所以我就是按照我个人的修剪法 如果大家想要开多这个花苞花朵的话 建议多留一两个花苞也是相对好的 我就是按照我个人的缩剪法 就是南方和北方的缩剪法是不同的 就是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它这个花朵打开了 还有这些花苞也是快要打开了的 就是当时给它控了一下温 控温的话就是28度到31度 这个幅度是比较好的 我这一半就是给它控了一下温 另外这个湿度 盘朵的湿度就是在75%左右 这个湿度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掌控好的话 它是很难掌花苞打开花朵的 所以大家平时养护这个杂花的时候 一定要掌控好这个土壤的干湿度 还有这个温度 这也是比较关键的 另外在它生长期就是这个打开花朵之后 一定要给它补肥了 补肥的话就是用这个微生物有脂肥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现在需要大量的养分供给到这个花苞花朵上 所以就继续给它施肥了 像我这一盘大概20粒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放的太多 因为这是一种家庭用的有脂肥 如果是室外的话 就使用有脂肥鸡粪或者是养分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这个杂花异常养护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